圣诞节即将到来 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有鉴于台东离岛 有200名孩子 身处在交通不便 物质缺乏的环境当中 无法感受到耶诞节的气氛 因此带了200份的耶诞礼物 来到绿岛的两所学校 和小朋友们 共同来分享圣诞佳节的气氛 等不及要打开礼物了 是吗 绿岛乡的小朋友们 拿到圣诞礼物 都迫不及待的拆开来看 剩不到一个月圣诞节即将到来 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有鉴于台东离岛 有200位的孩子身处在交通不便 物质相当缺乏的环境中 时常没办法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 因此带了200份的圣诞礼物 到绿岛的两所学校 与他们分享圣诞佳节的氛围 那在圣诞节的小朋友 都期望能够收到圣诞礼物 所以在偏向有很多小朋友 因为家庭树或者是地处偏远 所以要收到圣诞礼物 并不是这么容易 那台湾安心家庭关怀协会 就发起了这个 圣诞送爱到绿岛的活动 那感谢我们的 宜果国际公司 他帮我们募集了 这200份的这个礼物盒 让我们送到绿岛 这个礼物非常的丰富 是宜果国际公司 他们在百货公司里面有卖的 所以有这个彩绘的贴纸书 然后这个是戳戳的 有24个洞 那这24个洞里面有软糖 然后还有这个着色 着色笔 你收到礼物开不开心 开心 那你觉得里面会有什么礼物 有画的礼物 画画的礼物 那我偷偷告诉你 他里面有戳戳乐 还有糖果 你要不要大哥哥大姐姐 带你们一起画画写明信片 有 有 小小兵进场了 我要小小兵加油 绿岛乡乡掌正文人 带着小朋友最爱的小小兵 一一的发送圣诞节礼物 透过这次圣诞节的活动 让孩子们除了可以在物质上的享受之外 还可以让心灵成长 用着感恩的心 来过今年的圣诞佳节 记者 菜参 绿岛乡报导